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次做考的题目 其实应该是没有很难才对 不过从同学的问卷当中 看起来问题也是不少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passage A 几乎是每一题都有问题的 只是提出来的同学多或少而已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就从头来咯 in addition to words hand gestures can also convey a lot they are a universal way of communication that we can't help using OK,好,那答案是这个 help using 好,那因为help的话 后面我们当作说不得不 can't help 后面就是要加什么 后面就是要加动词NG 你要说can't help help doing something OK,好,这应该没有问题嘛 OK,好,那同学可能会比较有问题的是这个b吧 对不对 b的话,can't but 那can't but是有啊 不过can't but后面的话呢 你这个to就要去掉 好,你就直接说can't help do something 就好了 好,OK,好,所以呢 这题的话就应该是选c however,this does not mean that everyone in the world uses the same gesture to mean the same thing 好,答案是to mean the same thing 好,因为这边的话其实是有个目的的 用一样的手势的话是为了要能够to mean the same thing 好,所以这边我们用to是比较好的 OK,好,那同学可能有问题的是c吧 OK,但是c的话呢 in the world uses the same gesture meaning the same thing 同学是要表达说什么 同学是要表达说这个meaning the same thing 是用来讲the same gesture吧 OK,那这边的话其实它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OK,好,而且呢 这边的话我们应该是要形容说 这个人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用意 会比较好一点这样 OK,好,OK 所以呢我们这题还是选B啦 take the well-known ok ges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example OK,他说呢 while most Americans make this gesture a sign of agreement or acceptance it means something quite different 好,那当然呢 你如果没有后面这个 it means something quite different in other cultures 如果你没有这个的话呢 你不见得一定要用while 但是因为你有这个的话 他这边就怎么样 他这边就有个对比啊 我们说用while的话呢 是指说同样的时间 同样的一个 同样的一个 状况当中啊 那你两个来做对比这样子 OK,好,所以呢 你这边的话呢 你这边的话呢是 很多美国人这么认为 可是同时呢 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 其他人可不这么认为 OK,好,所以呢 我们用while表达一种呢 同时之间两个在做对比的一个情况 这样应该就没有别的答案吧 OK,好,那呢 他说 it means something quite different in other cultures 答案是d咯 好,那同学比较有问题的可能是a吧 但是因为这边的话呢 我们并没有一个很严谨的限定范围 OK,所以呢 你用a的话会比较不好 OK,因为虽然同学你可以讲说 你可以argue说 well,世界上的文化就这么多 OK,好,但是呢 这边的话呢 主要是因为他在前面的叙述当中 其实他并没有特别去提到 有多少种的文化 或者是你说欧洲的文化 还是亚洲的文化 他只是一个很笼统的讲到文化这个东西 OK,好,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用the other的话就比较不好 因为the other的话呢 就会让人家觉得说呢 你这边是有明确的限定 但是这边的话其实只是一个笼统的一个陈述说 有些这样,有些那样 所以我们还是用other 没有限定,没有那个the OK,好,这个观点应该有吧 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范围的话 如果你有一个范围的话 那你说有一些some 好,然后呢 剩下的这一些 因为你还在这个范围里面 你就会用the other或者是the others OK,但是如果你是一个 范范苗苗苗苗 没有界限的里面 你挑一些出来 那你呢 再挑一些其他的 这时候我们就不要加的 OK,这个要请同学注意到 好,那有同学这题有问题 我想可能纯粹的是因为你搞不太清楚那个 OK,好,搞不太清楚说呢 借系词这边用哪一个比较好 好,那这边的话 a symbol for something 我们会用for 因为for的话有表示一个针对某个对象 那也就是说呢 就是用来给这个东西的 比如说呢 比如说你说这个 在古埃及的时候 那个a那个字母 事实上呢 它是用来指牛啊 好,因为你现在那个a把它倒过来 a把它倒过来的话 看起来就很像牛头上有两只脚 对不对 好,那你就可以说 it is a symbol for a cow it is a symbol for a bull OK,好,因为for这边是有表示一个对象的 是针对哪个对象来做一个象征这样子 OK,but if you are in Brazil or Germany well,never use this hand gesture unless you are looking for trouble 好,这边的话呢 它要告诉你说你不要这样子用 OK,那you were too当然不行 这没有任何的意义 好,所以用never 它警告你绝对不要这样用 好,那也许有同学问说 那我可不可以用avoid no,avoid这边的话的问题 在于说avoid的后面呢 不能够用to加上原型动词 avoid后面你是要说avoid doing something才行 然后avoid后面其实是要加ing的 avoid doing something OK,好,这个我写字实在是有点受惨 OK,好,那这个d啊 d的话呢,问题在于说我们的这个起始句 因为你看到这边 它用了这个use的话 事实上这是一个起始句 所以呢,它这边的意思的话是说 不要,甚至于都不要 但是你如果起始句的否定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don't 对不对 don't even use this hand gesture 对不对 而不是只用not而已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 in these countries in these countries this gesture is considered OK,好,那这边的话呢 很容易混淆啊 好,如果你用be的话 said said的话我们要说said to be 对不对 好,那view的话呢我们知道 跟regard一样 viewed,regarded 要用什么 诶,你答对啦 as,对不对 好,viewed as 或者是regarded as 这样子,OK 好,所以呢 只有consider是不用as,as的 好,虽然现在这个consider加这个as呢 慢慢的好像也进到我们的用法当中 但是呢 不加as的还是很多 OK 好,而且不加as的是原来比较正确的说法 Similarly, when you are in Italy you need to be very careful with your hands for fear that for fear that 万一 好,就是说生怕 万一呢 you should say something should的这边是万一的意思 好,在万一里面你说 万一你这样子做的话 OK 好,那这边的话 you need to be very careful with your hands with的话 其实这边也是有对于的意思 就是说对于你的手呢 你要很小心 好,那同学这边要选哪一个 比较有可能选的是A吧 skillful 但是skillful的意思不太一样 skillful 当你想说你的这个hand非常skillful 出现的画面是什么 好比说呢 小时候 你看到人家呢 在这个 弄那个画糖 对不对 好,或者是呢 有时候看到人家的捏面人 或者是做任何的那种手工艺的时候 你觉得哇 那个人的手超厉害 或者是说你有时候看到那个厨师啊 好,OK 我每次都觉得很厉害 就是他们那个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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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 那个手都不会切到 very skillful at their hands OK 是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跟那个careful 当然你也可以说你很有技巧 但是呢 这边的skillful的话是指说 你的手呢 要非常的 要非常的有技术 非常的灵巧 是这个意思 OK 好 那这个forfear that的话 同学可以学一下 forfear that的话 有点像是in case的意思 OK 好 那接下来 他说 If you misuse a hand gesture you may at best look a little silly or at worst 好 那这边的话 我们要选at best的话 就是英文你后面有 at worst 最好的情况 顶多是看起来 有点呢 不太进入状况 白目啊 OK look silly or 最糟的情况 extremely rude 那这个就有点严重 OK 好 所以这边我们用at best 是因为后面有一个at worst 来跟他做个对比 好 那接下来 so when it comes to communicating with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it is a good idea to learn about their body language instead of their common their general manner 而不是 OK 好 就是说呢 你呢 不要只有去看他们那个 最好不要这样子 而是呢 你要去learn about their body language OK 好 因为general manner的话 其实有时候 看不太出来什么东西 OK 有时候人其实呢 某种程度上 他其实是会 嗯 掩饰啊 或者是就是说 他这边的话 当然是你跟你讲说 你如果跟不同文化的人 来往来的时候 其实你要去 呃 多花一点时间 了解他们的body language 因为呢 如果你说一般的国际礼仪的话 其实大家看起来都差不多 好 但是呢 你这个body language的话呢 就会比较有不一样的地方 啊 OK 好 所以呢 这个是closed test的这个AE部分 然后那我们呢 就先休息一下咯 拜拜